那個螺絲好多種喔 到底什麼地方要鎖什麼螺絲 螺絲有分 OTIA BETIA 什麼叫OTIA 你們猜猜看 這是OTIA 看起來好像黑黑的 事實上它不是OTIA 它是BETIA 然後看起來這個白白的 事實上它是OTIA 當你碰到不鏽鋼的時候 你用BETIA 你絕對鑽不下去 你的鑽尾會斷很多隻 當你碰到不鏽鋼 你一定要用OTIA 不一樣的造型 有不一樣的功能 當你要鎖木頭的時候 你一定要選擇這個是尖的 尾端是尖的 當你要鎖金屬的時候 你一定要選擇這個尾端 像牙齒有鋸齒狀的 然後這個地方是鎖水泥的 它用的工具是不一樣的 還有一個叫平頭的 它的尾端是平的 它必須要先用正位正康 這個是鑽尾 當然它會有很多的尺寸 跟不一樣的直徑 有比較粗的 有比較細的 還有更細的 你大概有多少面積 所以你去選擇 你的工具直徑 當這個螺絲 要連結在介面的時候 你必須要這一支工具 電鎖 它直接可以鎖螺絲 但是它必須要有一支正位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來鎖桌子的 然後鎖木頭的 鎖木頭它的特質 它有很多的 不一樣的地方 像你鎖金屬的時候 它的輪 齒輪比較細 有看到嗎 然後鎖木頭的時候 它的輪比較寬 然後它這個是有吸鐵的功能 螺絲直接吸上來 所以我們就直接可以鎖 鎖木頭鎖 有看到嗎 萬一你鎖錯 Yabaku的時候 這一支電鎖 後面有一個R 它就是Return 所以你要把它那個 按到Return 就回來了 有沒有看到 但是Return的時候 你要記得把這個L按下去 Return跑出來 這個要拔起來很容易 因為它是吸鐵的 所以你要換任何size都可以 這支比較長的 深度比較深的時候 DIY Highly